今天的第二道教了你们一个剥柚子的小技巧 可一定要让你的对象学会哦 炒好的玉米加入平衡上的调料 关键的就是家里用不完的芝士 搅拌成糊状 下锅煎的时候要注意锅要用不粘锅 等到定型了再放面 要不然可能会散开哦 柚子切掉头位再把皮切薄一点 沿着白膜来一刀 这样可以剥下完整的柚子果肉 浓郁拉丝的芝士里还有香甜的玉米粒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